同兄梦见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 要奸淫一个姑娘 这是同兄不知道 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上去用一块砖头打死了那个男人 当时下手特别狠 在他的头上砸了好几砖 一年中好像认识他们 可醒来就想不起来他们是谁了 听台长解这个梦 这还不懂啊 这还不懂啊 上辈子 上辈子他曾经救了一个 女的 这个男的呢被他打死了 所以他这辈子会有一个男的特别恨他 对他很不好 或者是个女的 总那个 对着他不好 这个就是上辈子被他打死 那个男的要他命了 还有呢 那个女的呢被他救下来 那个女的呢可能这辈子就是他老婆 或者是他的老公 是来还他的情的 明白了吗 哦 哦 就是这样的 那他需要给这个 那打死的这个男人 他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打死的男人很可能是他家里的婆婆啦 或者是他家里某一个孩子啦 要给他赶快的念节节重 哦 他跟他孩子就是那个什么 冤结挺深的 啊 恨死他了 恨得不得了 哦 说不定就是那个强奸的男人 你拿他没办法了 哦 没办法了吗 那那那李佛得念多少遍呢 李佛至少108遍 他要念小房子给这个孩子的要经者 是给这个孩子是吧 孩子不要经者啊 对啊 你现在这个孩子说不定就是被他打死那个呀 哦 那需要念头还当小房子 讨债鬼呀 这是来讨债的 最后会被他气死的 台上曾经看过一个就是这样的呀 我说了 我说过了 我说你这家家家就被他气死的 上辈子你把他弄死的 结果他不听啊 气呀气呀气呀 最后真的被他孩子气死了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吗 嗯嗯 那那给这个孩子 这个这个孩子 这个被打死这个男人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吗 86 86 那写他的要经者还是写孩子的要经者 写孩子名字的要经者 其实就是这个孩子 嗯知道了 就是让他给他的身体的灵魂来要在 你让他念掉之后他就开始好了 否则的话他终有一天被他弄 或者不当心的把他 把他弄死 就这样 哦 那那那有没有可能就说是他救的这姑娘就是他今世的这个老公呢 对啊就是老公啊 如果这个老公性格像女人一样 比较腼腆的 话很少的 那肯定女人啊 这还要讲啊 哦 哦哦哦哦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种是最接近的 因为有签命案的一般都是这辈子三家一口的 啊 啊三口一家的 哦 嗯 哦哦哦 明白了吗 嗯 这个同修 嗯 你来了 还有一点 这个同修他又卖 不是孩子死 是他这个做梦的一个人 一定会被孩子弄死的 而且很快 嗯嗯嗯 好了 嗯知道了 嗯 嗯 这个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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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